努力不懈 终能成就美好 再来看这位老板 也不断演绎记忆中的美好 分享家乡美味 他十二岁就离开故乡马祖 各类家乡菜都令他怀念 料理也驾轻就熟 让昔日在马祖当兵的人 特别回味 他还曾经到北平学烤鸭 没想到第一次创业开店 就遇上鸭闻 惨别收场 但他非常乐观 没被击垮 以平常性面对 继续到大陆走访各地 学习特色料理 再回台创业 历经多次失败 终于开创新格局 正午时间一到 客人慢慢依序涌入店中 其实都是冲着这一位而来 热腾腾的烤鸭出炉 趁着高温 得快速端到客人面前 进行切片 我们烤鸭以前在北京学 我们的鸭不叫脆皮鸭 我们的鸭正常皮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陈平良的烤鸭有七种吃法 首先烤得熟透的外皮 得趁热沾这一味 鸭皮它会有一个厚度 不像一般在外面吃烤鸭 它是薄皮的 沾糖它会可以跟油 融合在一起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不会腻 去皮后的鸭肉 沾上特调的酱料一起吃 那个叫米豆酱 但是呢 它那个不能沾太多 太多它会咸 但这个吃完以后 会有一个效果就回缸 第三种吃法则是 带皮带肉的鸭腿肉 单吃或是包袱春卷皮一起吃 本身那个腿的部分 它是已经很嫩的地方 然后你有皮有肉一起吃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满嘴都是那种汁 精准的一分钟内 完成片皮片肉片皮肉 片完的鸭身得迅速送进厨房处理 进行快炒与酥炸 我们炒的方式 我们不是跟一般外面 甜面酱或者油膏 我们是用蚝油下去炒 觉得它味道会特别浓郁 严酥的部分是 鸭会有两层肉 一层我们在 当场又片下来给客人吃的 然后它鸭胸的部分 它会黏着另外一层肉 那这一层肉我们就拿来炸 在吃完了各式口味的鸭肉之后 最后喝上原汁原味的炖鸭汤 像我们每一天都会多烤一只鸭 专门炒来炖汤用的 一般外面是人家 剩下骨头脑回来熬汤 那我们是整只鸭下去熬 回味无穷的好滋味 隐藏着陈平良 在岁月里打磨出的真功夫 中午开始做生意 从大半夜就得上工进行准备 精心挑选的宜兰樱桃鸭 对于品种的选择 没有模糊空间 北京它叫做甜鸭 我们叫手鸭 甜鸭的话它是四十五天就要杀了 它的锤子它鸭很小 那肉质部分就没有我们的肉质那么嫩 我们台湾的鸭还是有品质有保证 送来的温体鸭必须经过晾干 然而立抗台湾的潮湿气候 必须在半夜两三点进行 否则一切功亏一篑 台湾的话是湿气的 叫海洋气候 还有时候潮湿 所以我们的晾鸭很困难 有时候要很晚才能晾 因为它要看着天气在跑 我们这边下班不能把鸭晾出来 晾出来会臭掉 好不容易晒干的鸭子经过一天的急速冷冻 在制烤前的一刻从冰库取出 我们的冷冻库最少要在零下18度 -18度要放24小时 以后这只鸭才可以用 制作烤鸭靠的是常年来的经验累积 挑选木炭作为活种 所谓慢工出细活 希望让烤鸭风味发挥到极致 陈平良做足准备 就为了让顾客吃到汁汤饱满的鸭肉 不光靠活种的选择 就连温控的时间也是关键 明火的话它是要控制得很好 那暗火的话那就 因为它压小嘛 就焖进 焖火嘛 焖卤嘛 焖卤它焖进去它就熟了 所以它45分钟就会熟 那我们这明火的话 它就大概要抓在70分钟才会熟 被料上的每一个小细节 陈平良每一步都不肯放松 战战兢兢兼 坚守自定出标准程序 回想当年为了经营烤鸭生意 辞去了汽车教练一职 西境取经 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没想到才开始经营 就遇到挫折 刚开始我是在北京学 学习完了 大概2009年 又回桃园开过一次 2009年年底有一个鸭温 大奥星鸭温 后来台湾人都不吃鸭 我的店也开倒了 倒了就关了 后来鸭没人吃 那就关掉了 还没站稳脚步 开设的烤鸭店就历经失败 陈平良认为 做生意总有起起落落 告诉自己要平常心面对 我那张投资也三四百万的投资 那在十几年前 也算是蛮大的 我们的餐厅也不小 也大概有100多平米 就没办法倒了就倒了 所以就又回北京再重新再学习 然后就会去学了去贵州 好像我去大陆很多地方 我都会学一些清奇怪怪的菜回来 面临事业瓶颈依旧奋力前进 继续西境学习各种罕见菜肴 像这道花族气力学习的羊肉炉 光在翻炒的过程就费尽力气 烹调过程中还自行放入鱼露进行调味 独到的烹调手法 都是常年累月得来的成果 鱼跟羊本来就是鲜 所以它这个味道会非常提鲜起来 觉得就不会那么死咸 然后我们的东西里面也没有味积 没有什么 所以说它就完全靠原味下去煮 这一锅就是它的灵魂 你闻闻看 这个就很香很香 辛苦寻遍各中药材料行 买来的辛香料 买上四个小时熬制出的香油 最后放入锅里与酥炸锅的石斑鱼 一起翻炒就是一道广西的家常美味 我们去贵州 贵宫比较偏僻的地方 所以说它有个农村的地方 我去那边吃了 客人请我吃这道菜 我觉得非常棒 后来就在那边学回来 但它这道菜很麻烦是在哪里 就是要熬油 像我们一般在台湾吃麻辣锅 常常吃到就是辣就是麻 可是它都不会香 那我们这个要辣也要麻 让它提香上来 那个就是那个料的最重要的部分 鲜鱼配上各类海鲜鱼蒸菇 最后利用炭火加热 端上桌后 总能尝到鱼肉的鲜甜滋味 它下面会有个炭火 然后因为我们底下还会有生的东西 让它慢慢煮 在煮的过程中 它上面鱼的味道会越来越浓郁 巧手并煮美味 陈平良一辈子的料理功夫 可谓抬上三分钟 抬下十年功 当初十二岁时 跟随家人从麻祖来到基隆 对于老家最怀念的还是故乡菜 很难在一般市面上品尝得到的麻祖鱼面 尽管快炒完之后 利用清水洗去腥味 进行第二次的快炒 繁复的烹调过程 依旧是陈平良思念家乡最爱的料理之一 一定要先烫过 烫过它才会软掉 烫过以后还要在水再清过 在清洗过的过程中 它就不会有那种鱼腥味 因为它这样的味道才会浓厚 两个人当你吃青菜的时候 它才会有鱼姜的味道 才会提鲜 所以两个要一起炒才可以 号称是麻祖汉堡的季光饼 也是陈平良的拿手好菜 利用面粉 盐巴发酵出的圆饼 酥杂之后搭配鲜柯 鸡蛋等食材 又是一道令人一解相愁的佳肴 季光饼它是用烤的 所以它可以存饭时间很久 所以大家身上就可以去打仗 那这个夹蛋是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直接吃季光饼 那后来因为麻祖有一个磕 我们叫食科 就在墙壁上那种食科 那食科加个档这样进去 感觉特别好吃 思念的味道还有这一道 利用红糟腌制的酥杖鰂鱼 整个带有自然的香气 勾人食欲 我们为了要做红糟鰂鱼 我们自己要去做酒 做那个麻祖老酒 麻祖老酒剩下来那个糟 那个就叫红糟 红群嘛 层层关卡练就美味 陈平良从开业至今 历经无数的挫折与挑战 才换来现在的成果 以前在山上一直被人家捡举 我们在那边做半年被捡举了150次 所以整个市政府都认识我 我们那个从小到台湾 就是反正就在一直在打拼嘛 所以说你说倒了会怎样 也不会怎么样的 反正就习惯了就好了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凭借着对烹调的热忱与执着 最终获得意外收获 有一些辅洲人啊 像一些以前去过麻祖当过兵的人 吃到这些菜的时候 都觉得好怀念 会想到以前去麻祖当兵的那种日子 还是对很多客人觉得说 还是来到我们这边好像有这种意外收获 那种感觉 越挫越勇 永不服输 陈平良拿出过人的毅力与决心 开创出自己的人生蓝海 让烤鸭吃法多元出奇制胜 战上人生最高峰 无防弃希望终能达成目标 稍后来看另一个故事 它鱼头刚下去炸的时候 要沾那个地瓜粉 等到它呈现金黄色 然后肉是紧实的状态 我才会做斑面的动作 鱼的鲜甜跟所有海鲜食材的鲜甜 可以融入到汤里面 淡酥的香味也融到汤里面了 本来是台湾整顶都把它蓬上来 蓬上来这边都没看到东西 妈祖都会把我保庇 爸爸他过世 然后他在临终前有交代我 希望儿子啊 媳妇都会来帮忙 我回来主要是做 把他这个料理的理念推广出去